新闻最后看到网罗全台工业好手新竹县匠星之梦文创竞赛 去年吸引了15个县市87件的作品参赛 展现了泥塑、木雕、玻璃等高超的记忆 那么今年第二届报名总奖金有41万 延长征舰到6月底已经有54件投稿 古扑硬挺的释染环保袋、蕴藏客家精神 还有花形印尼展现茶华风情 文化局举办匠心之梦竞赛 网罗全台工业好手延长征舰到6月30号 新竹县文化基金会的匠心之梦 去年办理了参加了相当踊跃 有15个县市来的一些好手来报名参加共享盛集 我想这个是相当值得开心的事 那今年我们办理第二届的匠心之梦 总奖金有41万 征舰的话会到6月30号为止 还是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手都能够来报名参加 首届匠心之梦全国文创竞赛 去年吸引15个县市高手云集 87件作品展现匠人精神 看见文化底蕴 第二届报名踊跃 已经投建54件达到6成 总奖金有41万 证件延长到6月底 文化局鼓励全台工艺高手参赛 将选出金银筒 特别奖和佳作 11月公布得奖 在美术馆表扬 奖金最高7万元 今年报名的相当踊跃 大概全国各地的好手 希望说能够我们把那个增见时间延长 所以我们把它延长到6月底 那目前截至目前为止 收件已经有6成左右 有54件 我想这个都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那我们预计的话 这些得奖的作品的话 会在11月 在我们的美术馆来做颁奖 那其实这些得奖作品的话 大概也很有机会 比如说跟我们的那个 文创的商品来做一个结合 不只表扬 也将在美术馆展览 得奖人还有机会 获得文化基金会独家合约 能把作品变成 日日当好商品上架 挹注艺术产业 持续发光发热 对了 哇 哇 那么 就 你们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